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台湾的政治里头很有行为艺术的感觉 你有这感觉吗 我有这感觉 因为最近一些社会运动我们看到一些画面 例如说红山军的排了个P字 对 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挺好玩 30万只蜡烛就摆成这么一个巨大 我的天哪 而且还用雷射激光 把P字打在陈雪扁的办公室的外墙上 对 其实我们在搞艺术 在看这样的一个文字P字 我们是拍案教绝 这个叫创意 对 因为他背后策划的是坐轮椅的范可卿 他在台湾说来就有广告才子之称 所以最早的时候 红山军发动的时候 他是离一点此四个字 简约 我觉得现在面对群众就是越简单越好 所以一个P字显现了一切 这一切当中 帮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在看他这样的一个字 就是说所有的愤怒已经 那个叫做埃莫大于心思 人生如梦 梦如烟 烟如屁 他就是个屁 放了吧 李导演解的好 而且就是现场演讲 他我就发现形成一种群众 其实群众表演性的非常强 比如有个人说 陈日宾说过什么话 屁 陈日宾说过什么话 屁 陈日宾说过什么话 屁了 就大家全身呼喊笑 你知道这个字在文革当中很流行 有好派有屁派 是吗 我真的没听到 那是文革的时候 比方说南京 江苏 他们怎么成为两大派 就是一派就讲某一个事件 他们要表态 那么这一派就说某一个事件 好得很 然后他冲击了什么一个机构 几几事件好得很 那这一派就叫好派 另外一派说这个事件 另一派的正刚就是好个屁 所以就简称好派和屁派 毛泽东后来不是从上井冈山里面 专门有一句 叫不须放屁 那时候飙响乐伴奏 唱了 不须放屁 那个交响乐的 所以说这屁字 他能入词 他当年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特点 对 但是 所以你看中国人 他很多时候搞得差不多 刚才我还跟你聊 说现在在我们看起来 有的时候就真的像文革 就是好像是很泛政治 但是实际我真去了看 我倒觉得也没有 也未必 对 因为生活我谈观念 就是说他有十分之十的比例 一般来讲 我们讲十分之七 你是工作 大家要面对自己三百六场的工作 十分之一是娱乐 十分之一是休闲 另外十分之一是政治 政治不是你工作里面或胜利的全部 所以我们有时候面对台湾的媒体的时候 会有一个假象 这个台湾是蓝的 谈蓝的立场 那个是绿的 谈绿的立场 你要一天二小看它 你可能就找到你的立场 可是那是你全部吗 不是的 我们要面对现实 现实是经济 我们从事艺术创作 艺术团体 走了这么多年 你看我们的那个票房市场 人口的那个所谓的 不如过去的从前的稳定 甚至于高度 这东西其实跟环境里面 政治的那个变动有关系 这政治变动还能影响 话剧艺术的市场 影响人口 这个人口包含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 我们的表演艺术 它的那个票价价位比较高一点 它不是一般一般的人可以消费的 因为它艺术 话剧演出 以至于呢 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分子 他们本身在面对这个这个环境中的混乱的时候呢 没有心情嘛 没有心情 那如果话剧有一些非常结合当前的 比方把红三军的这种事情边境话剧在台湾会怎么样 这个呢 其实现在台湾任何环节的一个创作 尤其在艺术艺术创作没有禁忌 没有禁忌 但是效果不一定好 我要说的是完全没有效果 因为我在96年发表一个戏叫做三人行不行第四集长期玩命 他讲一群台湾人呢 他们本身有一些对立关系 后来后来因为一场战争跑掉了 跑掉 那有一个场景情境是在加拿大出境市 剧中一个台湾人先跑掉 他在机场出境市等他太太坐飞机来 就太太一直没来 就出了个 我做了一个大的傀儡的偶啊 是李登辉 就说李登辉走出来傀儡 那剧中小春说怎么连他也逃出来了 那个是我96年作品发表 如果台湾有政治上的压迫的话 我会被抓 我如果被抓的话 我很高兴 你这个戏就红了 我不止红了 我搞不好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我是说 所以台湾的这个环境 在艺术环节里面碰到政治的议题 或者你有任何尖锐的东西 不构成任何所谓的影响力 因此他也不尖锐了 也不尖锐了 你把李登辉上去这样也没关系 对对对 没有 等于说 其实艺术创作 他在台湾社会环境来讲 政治人物一点都不关心 一点都不在乎 不管你这个死骂活骂 包含李奥怎么在电上说 他就好端然坐在那 你知道 所以在我观察来讲 当然整个台湾社会环境360行 有些时候 当我看政治活动 或是政治运动的时候 我常常有一些愤怒 我的愤怒就是说 我们在台湾360行 行行出状元 各行各业都应该赚钱发财 只有搞政治的不可以发财 可是在台湾最赚钱的是政客 最赚钱的是政客 对 我记得有一年 这是生意 是生意 有一年南部某市长选局 那个市长 他砸了7亿台币去选市长 那么你如果让他选上 他要还本是三倍 21个亿 他要收回21个亿 不贪也不行 他一定要贪的 那他的7亿是哪来的呢 是金主支柱 他将来还你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个环境 你只要看哪里有工程 比如说这条路在修 那条桥在铺 你只要看了工程 你们看的是 这个地方不错 有交通建设 我的看法是 这地方是有贪污 只要有工程 后面就有钱 我跟你说 在这一点上 两岸人民的看法很相像 是吧 你想我们有的省 连续三任交通厅长 建高速公路 连续三个落马 而且就像你说的 如果这个官 我们这儿是叫买官 我们没有什么选举 跑官买官 那花钱买来的官 那他不贪 怎么回本 对 还有大陆很多好的地段 城里一块非常好的地方 拆掉了 要盖一个楼了 你就知道 这栋楼后面的很多很多内幕 这中间都牵涉到谁家的 谁家的 这个都是到很高很高的 这问题是在大陆的人看来呢 他们有个两很矛盾的看法 就这方面你都知道 每一栋楼后面都有残黑幕 但是呢 反过来也想 没有楼的时候 他也有黑幕 他不管怎么样 他还弄起一个楼了 所以这中国人社会 有时候你比一比啊 他很有趣的地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有意思 像徐老师 你刚才说文革的时候 不是有好派有屁派吗 我在想起中间派 你觉得那个时候堵火车呀 就堵住一个老太太 两派就问他 你是好派还是屁派 老太太吓傻的 好好好个屁 那他算什么呢 算屁派 他两面不得罪 两面不得罪 他两面都讲了 对不对 我就说这事 我就想起他们 就说实际上 在一个地方 肯定也有一些 对政治不感兴趣 肯定是的 是中立态度的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这边蓝 那边绿 这些人 我就像你 这个很单纯 搞艺术的人 他是不是会受到 某种压力威胁 有没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失望 我们中间派的 对 中间派的 别人我不敢讲 我个人的比较切割清楚 就是说我搞艺术 我不搞你们那套的 不管是哪一边 哪一边 我都不好也不爱 我不是李尧那个观念 说一蓝烂苹果 里面选一个最不烂的 但是我的观念是 我的观察是说 李尧 他意思就是 他那个最不烂 他最不烂 虽然皮也不停 但是最不烂 他就是说 你们就陪着玩 陪着玩 但是最好是选他 所以一般我在台湾 这么多年 我们在这个选举发展 我看 我只要看到 投票率 选举 开票结果 投票率高于75 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因为它不是一个好的选举 不太正常 是吗 投票率高了 还不太正常 太不正常了 因为一般来讲 人民有选择 拒绝的权利 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点我们没看见 所以在台湾这几年发展 不管任何选举 有时候有一些社会运动者 他呼吁说两边两个苹果 我都不喜欢 我要呼吁大家出去投废票 这是投废票联盟 对 郑存奇 我呢是不投票联盟 我是要求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去投票 我们来保持我们沉默 对 因为我讲沉默是金 沉默的大多数 才是最主要力量 所以其实我们看 不同的国家 美国或是日本 他们大的选举 投票率都是在 五十六十上下 不会超过75以上 不可能 你知道要一定要逼出 百分之七十几的 就是很多这样的老太太 都在那里好个屁 明白了没有 他本来没话说 你一定要逼得他 那很多很多乡下的选民 他本来对政治 没有任何的意见 现在这家来买票 那家来买票 我这家你投谁 我给你五万 那家我投谁 我给你六万 把那些人搞得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最后变成买票 他不买票 看他话剧 买票看话剧才好 对 所以李导演 我发现他挺有意思 你看他在艺术家的角度 去观察了 他发明一个麻将理论 就是说中国人 比如说这种民主制度 引入到我们的社会里 会出现一个很有意趣的 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麻将 他这个东西就是说 因为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其实应该先说 日本人之所以成功 日本人在世界 我们现在叫大企业的 并购跟并吞 这叫围棋原理 围棋原理是说 我们两家对弈 我背后有一个家族在支持我 所以日本从开始的企业 都是家族企业 我相信我的主子 我觉得这是个企业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你看日本人 孩子大学毕业 那个男的女的 妈妈说你嫁考丈夫 他说男的说你找个好公司 那就是什么 待一辈子 所以他是个围棋原理 不信跳槽 不信跳槽 所以围棋原理就是说 输掉一小片 最后赢得一大片的江山 我们用啤酒来说 在台湾的麒麟啤酒 最早的时候 台湾啤酒是独占市场 后来开放酒进来的时候 日本人就到台湾来 结果台湾来 我记得我是 我当时在现场 他们就找我开幕剪彩 他在西门町找了个五层楼 的这个大楼 一楼二楼 怎么都规划得非常好 那我说这个地方 西门町已经是个废墟了 是谁告诉他 说你来这 日本人到这来经营的 台湾人骗他钱 西门町不是以前红灯区吗 最早的时候 他有一度是落寞的 他是个废墟空城 有一度 那么台湾人骗他 说这个是黄金地段 这个什么什么 日本人来 来以后 整个大楼大概 他签了十年约 一年半再见 滚蛋 就赔了小钱 赔了小钱 他就一点点试试 试到后来 他现在在台湾 麒麟啤酒 大概第二名 销路第二 所以他前面他愿赔 就是他吃小亏 占了大便宜 对 他下围棋 这是围棋原理 台湾人 中国人基本上不容易成功 是因为 我们黎语讲了 一个河上挑水喝 两个上排水喝 三个上没水喝 中国人只要三个人在一起 就挂了 就完了 这时候就完了 这时候我谈麻将原理 中国人之所以勾心斗角 是因为我们看麻将桌 麻将桌 三个女人 跟一个男人打 我们玩笑是三娘教子 对 一个人对四家 我一家输三家 就叫一家烤肉三家乡 这是麻将上 可是麻将我们最重要是流程 打麻将是这样子 一上桌不认清的 看死上家 盯死下家 搞死对家 一局麻将三个死字 所以只有我赢 就是你死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 中国五千年历史 改朝换代 分酒 和酒 分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个 天面上招牌 这是李国修观点 可能会有人反对 比如我叫李国修 银楼 这就是王 这是打麻将 我是最好 我是最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 谁也不服谁 所以我的观察是说 你只要看招牌 联姓代名的 他不是独裁 他是想说 我是最好的 这个谦虚 跟美国的 所谓华盛业进行诚实 不太一样 那你说 桥牌理论又是怎么回事 桥牌理论是美国的 美国人呢 基本上他是国际警察 他对国外 对外国人的标准 他是打桥牌 桥牌里面 我们两家 我们是对手对异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你 你也不知道对手 他重点是 相信我的对手很强 用这个观念 来下打桥牌 那这个逻辑 放到政治 我们就看见了 早年的菲律宾 马可是贪污的多少年 他扶植艾奎诺 相信对手很强 所以把艾奎诺 给扶植起来 可是不信 艾奎诺被刺杀 暗杀以后 艾奎诺夫人就领军了 艾奎诺夫人 对吧 当了那个大统领了 所以呢 美国人是打桥牌 来面对国际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民进党 在台湾会起来 和他这一个围棋 麻将桥牌 把这问题解释了 不过我觉得 中国人是这样 中国人的政治斗争 包括到做生意 就是你死我活 是啊 就是他不但能够相信 就是你好 我也好 这个好像比较难 尤其在政治上 是 政治上你发现 你要是有些事情 真的是你好 我也好的话 我们现在回过历史 真的很多悲剧 是可以避免的 对 就是带着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简单说吧 就是大家都在打麻将 就是我就看好 三家都必死 而且你看 他说这个还真是我 结合台湾这个情况 你比如说 他民进党 什么入联工头 那你国民党 也得玩诈术 也得跟着玩 双方谁都不知道 底牌是什么 但是互相蒙 互相蒙 还真是这么一个理 不是他那天我太太就问我 说什么叫反联 什么叫入联 我太太都搞不懂 那我太太代表大多数 群众大多数 没有一个人搞不懂 那么我们来看 就是一场骗术 两边都骗局 那么这里面只看到 民进党有创意 那么他领导议题 国民党就跟着跑 气喘如牛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两边都在玩一个骗术 那个朱高正 立法委员 前立法委员他说过 他说政治是最高面骗术 所以说相比之前 李导演 我看台湾的政客 是更高明的话剧导演 整天都在导戏 编议题 编情节 全导是一出戏 一台大戏 全导一出戏 全国一盘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像咱们去过台湾的人 就像你说的 我倒对台湾人民挺有感情的 因为具体接触的台湾人 因为都很好 挺厚道 你就没碰到搞政治的 对 所以呢 我因为他们是玩政治 所以我碰过一些 就是业余做事 也不单的业余 国民党的表组织部副部长 都是台大教授兼职 他有一大批的教授知识分子 在里面 他的这些建议 有时候分析的蛮透的 反过来比内地的做政治的 我内地接触过官员 官员跟读书人 完全是两回事 在内地 可是在台湾是一回事 很多民进党里边的这些人 幕僚什么 在美国得了博士 说读的都是政治学 回来都是一本账一本账清的 我那个时候 他们不是那个所谓的 这个立法局选举吗 委员选举吗 那个蓝营分析 就国民党分析 全给我们讲数字 就是讲怎么这个买票的那些 下面的庄家 你怎么去控制 你要控制这些东西 他不是在讲什么方针 政策 也不讲牛肉 什么政策 政见都没有 非常技术性 而他那次是成功了 是吧 对那次不是蓝派选上来 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在 在那个 那个那个立法局占多数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 现在很多人就聊操盘手 这个概念 感觉这个世界上的很多 无事不可以操纵 都可以 所有的东西设定目标 就那个屁的那个操盘手 就是高手 你要干什么 对对对 他像个公司企业行为一样 就是有不 有投资 有什么 最后达到目的 这好像都是这样 对 就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就是 有些人我们看到 不知道李 最近那个高尔 那个环保电影很流行 我太大为赞许 后来 我一个朋友告诉了说 其实他背后是搞政治 什么 他要选总统 搞了半天 选美国总统 就是他 不会吧 郭尔没什么希望了 有的 有的 我那个朋友说的 他说他其实最主要目的是要选美国总统 那这时候表面上那个环保已经不重要了 可是问题是他因为环保这个议题 他这个片子出来以后 他又受到注意 注目了 但是李大爷我发现 这都是典型的中国人一种看问题的方式 那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 就中国人因为你老这么搞 全是投机分子 所以以后变成的都是动机 你说的任何好话 你动机什么 没有人管 对 徐子东今天讲环保 他什么意思呢 对对 你背后什么意思 他最近想干什么 这在语言学来讲 就是能指跟所指 中心的关系是可以脱离的 对 你讲的话跟你背后的意思可以是不一样的 咱们就在符号当中猜吧 这个在戏剧里面叫做隐秘的要求 隐秘的要求 你的要求是隐秘的 比如说你现在到我公司来应征 我说你希望待遇多少钱 你心里面答案是五万块一个月 其实你嘴巴说 我其实只要这个工作机会就好 我不太在乎钱 你骗人 你一下就看得出他 我看出来他要求这个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惊 他彼此今天这么看问题 但是这么看问题 很容易带来一个问题 就没有真正的问题 是 你像我到台湾 他们有些台湾知识分子跟我说 不说话了 不说话了 就说 因为什么呢 你说的多正经的话 没有人管你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别人猜的都是他出于什么目的 他想干什么 我听到这个有点 有点sad 有点伤心 就有个日本人跟我很严肃讲 说你们这个民族多疑 我后来一直在想 我想他这个指责是偏见呢 还是说真的是有这个东西 他可能跟内地人或中国人接洽生意发生受到伤害或什么的吧 不是他就是这个也是他们也有人写书讲中国的国民性啊 其中也谈到一条 他们有他们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几个看法 一个是中国人爱和平 不会打仗 暖弱 他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多疑 没错 我在想我们活过来我们这个这个我们是这样吗 我们是多疑吗 可能是如果你这时候回到马蒋云里哪个不多疑 他怎么打这张牌 他会这样想 我跟你说这甚至比较影响到 你像好比说我们跟上级要提报告 对吧 你比如说你本来你很纯洁 我就是为了做好节目 我给你提出这么一些想法 可是呢 我在交上级之前我心里得多个心眼 我说哎呦 这措辞要讲究 要不然他会不会认为我对谁有意见 我对谁不满 或者说我怎么 你看你搞得很复杂 本来很单纯的事情 对 我最近都在检讨 有时候一个学生我打一个分数 另外一个老师打另外一个分数 我就在想 这怎么回事 旁边马上有人会讲 他这个事在对着你 没有没有 我后来仔细想想可能不是 就是整纯粹的对个学生 你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些事情理解成 这些都是 哎呀多疑 你看看李安的社界吧 这中国文化的要害 对对对 他老抓要害 所以我还有一个想跟李导演聊 就是说你比如像你刚才做节目之前跟我们讲的 这么多搞政治搞得这样 互相揣测对方动机 最后弄成这么一盘麻将 但是实际上看到的这个结果呀 这个对台湾人的这个生计呀 你比如像你说 什么有一两万人都会 是他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说每个月有一两万的人往内地移动 那他就是说对那个地方失望 台湾本身的就里面 而且大陆结果多了 做生意的专业人士 很多都去上海 那也他不是一个男人走 他带他太太家小走 你知道吗 因为被包二奶了 因为他这个概念上已经不是所谓蓝绿问题 谁选边 是那个灰色地带的人了 那你说这样会带来将来台北 这个萧条台湾 这个倒不敢预言 我们基本上在那个地方土生土长的看不见 因为这不是我们搞政治 是我们搞就搞好了 没错 还不是让话剧导演搞 对 所以由他们去乱搞 恶搞 就要看他搞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那个愤怒将来会有一股力量的 但时间不是现在 我觉得粗鲁跟粗暴 在整个社会台湾的社会现象来讲 已经很明显了 就我来 我从事艺术创作 我看整个社会情绪 它有一个无理 无理就是不讲理 你看嘛 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社会 所谓的新闻事件 就动不动杀人嘛 动不动就是暴力相向 这叫不讲理了 而这个不讲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下面人不讲理 上面人不讲理 它整个社会一个贯穿的问题 以至于整个社会呢 我觉得会让我们从事艺术创作的人 会有一种 不是失望 有一点心难过 我只能这样说 可是还是有股力量要去动 这个力量就像我做戏的一个态度一样 我在一个作品 戏中戏中戏里面 叫《精细起数》 我在这个环境 我的一句台词是说 你要去做才能改善环境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呢 还是坚持做剧场 坚持走艺术这条路 因为我在做 我希望透过我艺术创作 能感动一些人 感动一些人 能影响一些人 影响一些人 戏剧还是能净化人的心灵 或者是做回自己的事情 还讲这些胡适当着脚入酒 这个世界乱纷纷的 先把自己重点藏起 就把自己做的事情做好 没错 这样 要不然老想的文艺多了 这是一沟绝望的思绪 不如让可以丑恶来看 和这人呢 就只能是抢头讨啊 别人忽悠你 你就来来去去 闹不清自己的方式 是的 是的